绘本故事 蚂蚁散步 世界上最大的蚂蚁在散步 它想 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蚂蚁走了一会儿 在小树下遇见了世界上最大的毛毛虫 蚂蚁想 哇 原来还有比我更大的 我要和它一起散步 世界上最大的蚂蚁和毛毛虫 就一起散步了 蚂蚁想 这下子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大的动物了 蚂蚁和毛毛虫走了一会儿 在小池塘边 遇见了世界上最大的青蛙 蚂蚁想 哇 原来还有比我们大的 我们要和它一起散步 世界上最大的蚂蚁 世界上最大的蚂蚁 毛毛虫和青蛙 就一起散步了 蚂蚁想 这下子 世界上不会有比我们更大的动物了 蚂蚁 毛毛虫和青蛙 走了一会儿 在小河边 遇见了世界上最大的乌龟 蚂蚁想 哇 它好大呀 比我们大好多 可以拖着我们走 于是 世界上最大的蚂蚁 毛毛虫 青蛙 坐在世界上最大的乌龟背上散步 蚂蚁想 这下子 我们一定是最大的了 蚂蚁 毛毛虫 青蛙和乌龟 一起走啊走啊 一直走到 遇见了一个 长得很大很大的动物 蚂蚁问 请问 你是谁呀 我是大象 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大象吧 不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大象 啊 哇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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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詞曲 李宗盛